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皇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篇中写道 于之百病,生于气也 所以我们一定要少生气,不生气 可有一些人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和别人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搞得自己一肚子气 何必呢? 一动不动就生气 最后把自己气出个好歹 我还是得上医院 伤财又伤身,多不划算 俗话说 莫生气,莫生气,气坏自己无人替 当你生气的时候 不妨问问自己 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是来生气的吗? 当然不是 我们都是为了快乐而活的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乘着船行驶在大江上 突然大雾钟隐约间 可以看到对面驶过来一条小船 这个人吓坏了 着急之中 连忙又吼又叫 向对面那只没长眼睛的小船发出警示 希望它能绕开自己的船 没想到对面的船还真没有长眼睛 直接撞了上来 好在两条船的速度都不快 没有多大的损伤 这个人呢 带着一肚子的怒气冲上了那条船 准备质问上面的人跟他吵一架 可是 让这个人大跌眼镜的是 冲上对面那条船后 他才发现这艘船居然是一条空船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下子 这个人满腹的怒火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你的生气来自于对面的那个人 并非对面的那艘船 当你发现对面是空船的时候 你是生不起来气的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避免一种情况 那就是生气 任何情况下 我们可以假设对面那个让你生气的人和事 他就是一只空船而已 既然他是空船 那么我们何必自寻烦恼 何必生气呢 朋友 记住一点 当你不生气了 你学会了不发火了 此时 你才能气死人 你想啊 在特别生气的情况下 你居然若无其事 你居然不受影响 你居然面带微笑 这让人情何以堪呢 你完美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对方岂不是要被气死了 凡事就是这样简单 学会不生气了 你就能反过来 气死那些坏人了 你应该在发怒的情况下 还泰然自若 还稳如泰山 还面不改色 那些坏人就会生气 就会暴跳如雷 这样你就赢了 南京八难中说道 气者 人之根本也 人体之气遍布全身 无处不在 中医上也有百病 生于气的说法 可见气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若要身体康健 便需做到平心静气 人不生气 则福运自来 一步生怨气 梦娇有言 君子梁不吉 凶吞百川流 古往今来 凡成大业之人 必有宽容之心 将怨气抛诸脑后 才能不断前行 将 宽容放在心间 才能点亮人生 增广贤文中有言 则人之心则己 数己之心数人 意思是说 懂得宽恕的人 就不会心生怨气 懂得宽恕的人 就不会斤斤计较 成功与失败 往往就在与你的一念之间 心宽了 复原自来 心窄了 伤人害己 二不伤妒忌 极度是人性 不因为极度而失态 乃至报复 则是修养 我们无法压制人性 但可以做到有教养 羡慕他人心想事成 却恨自己坎坷不顺 羡慕他人成就辉煌 却恨自己碌碌无为 如此则必心生极度 心生极度虽是人之常情 但我们若能以平和之气 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则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正所谓的莫凶于度 这世界上最败坏德性的便是极度二字 若不能除去极度之心 便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不极度 才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而他本人也因此得到了举贤任能的美名 极度如同白蚁 总在不经意间啃视人的心灵 最终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彻底毁掉 有人说 要想战胜你的对手 就不能指望别人变短 而要使自己变长 极度只会让你自己越来越短 最后成为彻彻底底的失败者 切记 千万不要被极度蒙蔽了双眼 丢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修养 三 不生怒气冯孟隆曾说 怒中之言 必有泄漏 当一个人怒气上头时 便会将微不足道的小事 无限放大 使自己的行为偏离 诡计最终导致丑态百出 楚氏不生怒气 理智的看待问题方式 为人楚氏知道 从那之后 他再也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 也因此赢得了乡里邻居的一致称赞 经常发怒的人 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表面上看似教训了别人 实际上却伤害了自己的健康 发怒是本能 不怒才是本事 有一位金代禅师非常喜欢种兰花 在平日红法讲经之余 花费了许多的时间栽种兰花 有一天 他要外出讲学 于是就交代身边的小和尚要照顾好寺院里的兰花 禅师走了以后 小和尚总是悉心照顾兰花 但有一天在浇水时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把花架撞倒了 所有的花盆都摔碎了 兰花散了满地 很多都被摔坏了 小和尚把禅师的兰花都摔坏了 心里非常不安 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过了几天 禅师回来了 小和尚心惊胆战地向禅师赔罪 禅师看着泪流满面的小和尚 不但没有责怪 反而和蔼地安慰他 那么师父 您真的不生我的气吗 小和尚以为禅师可怜他年纪小 才饶了他 师父笑着说道 我种兰花是用来供佛的 我也不是为了生气才种花的 禅师种花不是因为爱花 而是为了供佛 这就是禅师最初的愿望 当一整家的兰花都被摔坏以后 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原本的愿望 没有了重要的兰花 采些野花来 一样可以供佛 所以才会说 我又不是为了生气才种花的 这样的话 在生活中让人愤怒的是数不胜数 但目以成舟 无论你如何愤怒 都 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 怒气冲天是无能者的呐喊 心存理智 方能在举手台族间进行风度 四不生傲气 正言法师曾说 稻穗接得越饱满 越会往下垂 一个人越有成就 就越要有谦卑的胸襟 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 在幼年时 便展现出了超人的才华 唐伯虎早年曾败在大画家沈州门下 因掌握了绘画的记忆 很快深受沈州的称赞 受到的称赞多了 更加上自己年少轻狂 唐伯虎便以为自己的画迹天下无双 逐渐骄傲自大起来 沈州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于是决定给唐伯虎好好上一课 有一次吃饭 沈州故意让唐伯虎去关窗户 唐伯虎把手伸出去的那一刻 才知晓这窗户 只是老师沈州笔下的一 浮化 此时 他才懂得了墙中自有墙中手的道理 从此摒弃骄傲 虚心学化 所罗门王说 败坏之先任性骄傲 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谦逊的人总会不断地找寻自己的不足 弥补自己的短板 进而升华自己 孤高自傲不是狭隘的表现 不路归脚方才有前进的力量 人年轻的时候 最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决定了要做什么 如同水中捞月一样困难 但决定不做什么 却相对容易些 人生在世 最不能做的事便是生气 人生的气越多 便活得越痛苦 做人不生气才有福气 不发脾气才有运气 当你能够平静地处理一些事物时 你往往就拥有了一种气度和能力 这种气度和能力会帮助你走下 人生的巅峰 而不是走进低谷 失去所有的福气和运气 虚知人不生气才有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世上最不该贪图的 就是便宜 人便宜久了 就贵不起来了 一便宜的背后 是深坑销售部的同事 小安想趁着换己 添置己身上档次的职业装 但是商场里的品牌衣服 售价实在太贵了 小安就想到了一个省钱的办法 她在商场里找到心仪的衣服 是穿和事后记下品牌和款式 然后到网上买价格便宜的同款 商场里衣 变衣服的钱 小安可以在网上买三五件 简直太便宜了 小安一股脑买了一堆 没想到收到衣服后 她的期望值碎了一地 网上的衣服和实体店的一对比 版型和质地明显不同 穿在身上的买家袖和卖家袖也是天差地别 有些衣服才穿一天就会乞求 穿在身上总有股廉价感 小安很失望 这些衣服都是特价处理的 不退不换 有些吊牌都没拆 扔掉肉痛 不扔又是鸡肋 小安气恼的把他们塞进衣柜 再也不想穿 最后因为工作需要 小安还是去了商场 花钱买了一身体面的职业装 有时候我们总想着买便宜的东西能省钱 实则不然 因为便宜 我们能随便丢弃再买新的 不会心疼钱 殊不知 一扔一买 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有句老话说的好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我们总想用最少的钱买到最便宜的东西 却忘了一分钱一分货的硬道理 巴菲特曾说过 你所付出的只是价格 你所得到的才是价值 如果你买东西只贪图便宜的价格 那就不要奢望它的品质和价值 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 不要一味的图便宜 买廉价品 去买那些你真正需要的高品质的东西 它们不仅质地优良 而且经久耐用 这才是真正的省钱 二战小便宜 往往吃大亏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故事 她认识一位阿姨 平时很喜欢占小便宜 逛超 这时碰到免费品尝的东西 不仅吃一份 还要拿一份 买水果时 总在付钱后 再多拿一个橘子 或者抓几个大枣 在菜场买菜 总会多拿几根葱 几个辣椒 在阿姨看来 这些都是小东西 不值几个钱 这个便宜她占得心安理得 乐此不疲 逢人 还鼓动大家效仿自己 说这是会过日子 今年夏天 她和几个姐妹 组团去国外旅行 在免税店里 她把一只适用的口红 放到自己的衣袋里 当场被抓后 阿姨说 反正是适用的 又不是全新的 相当于是赠品 她拿了也没啥问题 遗憾的是 国外的警察看过监控后 并不相信她的这套说辞 阿姨拼命解释 无奈语言不通 讲不清楚 警察将她 她扣留下来 还要罚款 阿姨的儿子得知消息后 匆忙跟公司请假买了机票 紧急赶来 把事情解决了 事后 儿子不停地数落 她老糊涂了 竟然做这种事 害得自己请假被扣工资 还额外花了几千元的机票钱 就为了帮她善后 一只口红不到二百块 阿姨不仅赔上了自己的人品和生育 还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经历这个风波后 阿姨彻底醒悟 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占便宜这个事儿 就像是裹着蜜糖的药丸 入口是甜的 最终是苦的 古语有云 高飞之鸟亡于贪食 深潭之鱼死于香饵 有些便宜不能占 因为便宜的背后是深渊 占多了便宜 人也就深陷其中 爬不出来了 三人情用起来便宜 还起来很贵 2017年 我和家人打算去趟西藏 想到朋友阿华定居在拉萨 从事导游工作 于是我联系阿华 让他带我们玩 我们在拉萨待了三天 每天的游玩和行程 都由阿华打理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让我们省心不少 离开前 我们把阿华店付的门票钱如数 给了他 又额外加上一笔钱 算作留宿他家的心意 为了感谢阿华 我们请他全家吃饭 给他的妻子和孩子 都买了礼物 在回家的飞机上 先生开玩笑地说了句话 看起来住朋友家能便宜点 借锅花出去的 反而更多 一个月后 阿华找我们借钱 说旅行社不景气 他要做生意 但是缺少启动资金 想跟我们借五万 那时我们刚换了房子 手上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面对阿华的请求 想到欠他的人情 只好硬着头皮 从父母那边挪来了两万 先借给他 没想到 阿华在电话中 善善地来了一句 两万有点少了 看你们出来玩 还以为 你们日子很好过呢 一句话 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两万块借出去了 不仅换不来一句感谢 还让人觉得 自己有钱 不愿意借 时隔两年 阿华绝口不提还钱的事 我们催了两次 他都借口生意 亏了不了了之 如果当初选择自己做攻略 或者跟团 而不去麻烦阿华 不欠他人情 后面的故事都不会发生 我们也不会有经济 大哥朋友之间 也不会心生隔阂 免费拿了别人的好处 总有一天会恩被奉还 人情才是这世上最难还的东西 它看似寻常 用来方便 但我们不会知道 用了这个人情 需要用什么样的人情去还花钱 就能办好的事 千万不要用人情 毕竟人情很贵情 谨慎消费 四 所有的馅饼 早算好了代价 有人曾说过 便宜只在买的那一身爽快 后面都是糟心 而昂贵只在买的那一刻心痛 后面都是享受 生活中 我们总能看到 各种贪图便宜的现象 买东西只买便宜的 不买对的 碰到减价促销时 明明没有需求 依然要在 一堆便宜货里左跳右减 感觉不买就是亏了 买回家后 这些东西要么不经用 要么懒得用 最后都成了闲置品 出门旅行 能省则省 坐廉价航空 怕行李超标多收费 衣服只敢戴两身 挤在逼色的空间 看似省了一笔钱 却丧失了旅途的 舒适和愉悦的心情 当我们贪便宜图省事 想走捷径用人情时 却忘记了 每种选择都有代价 欠的人情一旦还不上 就会人情两失 便宜不一定不好 但便宜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额外的成本 这些成本 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 让我们加倍补偿 便宜就像散落在地上的芝麻 总有人为了捡到它 不惜丢了手中的西瓜 我们不能幻想用最少的投入 获取最大的产出 却忘记了 等价交换 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天上不会掉馅饼 所有馅饼 早已明码标价 人生不必贪图便宜 而要看性价比 你付出多少 就会享有多少 别忘了你很珍贵 值得这世间最美好的一切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微视福 吃点小亏没有关系 要是吃大亏了 福气就没有了 比方说 朋友偷到了财物 你去代替他受过 你的人生就会有污点 一辈子都洗不清 老实人远离以下六种人 遇到陌路人 惹不起 躲得起 与君子常来常往 与小人歌戏断交 意愿离负能量满满的人 生活中 总会遇到一些负能量满满的人 有些人总在抱怨 吐槽 抱怨生活不顺 工作不爽 家庭不幸福 自己不够厉害 命运对自己不公 明明有车有房 工作稳定 吃穿不愁 却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 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 抱怨自己没有好命 怨天尤人的姿态是负能量的人的共同特征 他们永远都在抱怨 工作不顺心的时候 抱怨老板是混蛋 生活不顺心的时候 抱怨家人对自己不好 看到别人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 抱怨世界的不公 为什么不给予自己好的 资源 负能量的人在抱怨和蹉跎中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自己 遇到事情第一反应 不是寻求解决方法 而是下意识地吐槽 他有些人看谁都不爽 每天吐槽别人 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面对生活很是消极 老实人你很善良 也容易相信别人 要是靠近了负能量很重的人 也许会同情他的 并且会想办法帮助他 你帮助负能量很重的人 你不仅帮不了他 还会被他的负能量感染 就像得了重病一样 从此一病不起 二远离爱占便宜的人 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叫凡凡的男生 做事很勤快 上司安排的工作 他从来不会推辞 能够不折不扣地完成 同事请他帮忙 有求必应 不会索求报酬 可是有一天 凡凡小声地对我说 哎 木哥 我都想辞职了 我说怎么了 找到高救的地方了 帆帆说 同事老李和老陈总是欺负我 他们把工作丢给我 还偷偷领走了我的加班费 我说你就去上次那里告他们一状 帆帆说 我一个外地人 要是得罪了他们 恐怕在这个城市都会待不住 帆帆遇到了爱占便宜的人 损失了利益 还不敢吭声 如果他不改变与人相处的方式 他在我们单位啊 估计是混不下去了 真心希望他能够远离爱占便宜的人 不要自己活得那么累 如果你是老实人 就要远离爱占便宜的人 不要让别人得寸进尺 三远离违法乱纪的人 我的小学同学老赵 他为人老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交往了几个小偷朋友 上个月 老赵和朋友一起去市里逛街 突然朋友拉着老赵到一个角落里 并且迅速偷走了两台摩托车 事情败露之后啊 老赵成为了偷到团体的同伙 被拘留了一个星期 老赵真的很冤枉 无缘无故就犯法了 事实上 他是自作自受 如果他远离了小偷朋友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 的事情 老实人 不要靠近违法乱纪的人 否则你会成为替罪羊 成为别人的挡箭牌 做人可以穷一点 但不能做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 不能够帮助别人做违法的事情 四 远离口无遮拦的人 老实人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啊 总是不会设防 喜欢讲真话 掏心窝子 说了假话 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对不住别人 事实上 真话讲多了 也会伤害到自己 比方说 你和爱人闹离婚了 活得很烦恼 这时候 你把离婚的事情 告诉了某个朋友 很快 你身边的人都知道 你要离婚了 个个都在嘲笑你 口无遮拦的人是传声筒 并且会把你的话 添油加醋一番再说出来 你和这样的人来往太密切 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隐私的人 你的丑事也会败露 成为别人的笑柄 俗话说 人言可畏 一张嘴可以把好事说成坏事 也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 可以胡编乱造一些故事 远离世世非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乱说话的人 学会闭嘴 少说多做 肯定没有错 无远离过分精明的人 老实人智商很高 但是情商不高 不管你多有本事 都斗不过亲密的人 因为你太善良了 不愿意用下三滥的方法去对付别人 你对别人善良 不代表别人对你也很善良 要是你遇到了非常精明的人 你肯定要吃亏 上学的时候 我们学过乌鸦喝水的故事 乌鸦叼着一块肉 站在树枝上 一只狐狸路过 恰好看到了乌鸦嘴里的肉 狐狸一次又一次的赞美乌鸦 夸奖乌鸦的歌声很美 乌鸦洋洋得意 张嘴就唱歌 嘴里的肉就掉下来了 狐狸叼着肉一溜烟就跑了 在这个故事里 乌鸦就是老实人 狐狸就是精明人 老实人算计别人的事情 你做不出 但是你要躲开别人的算计 要远离过分精明的人 不要遇到了狐狸一样精明的人 还以为遇到了合作伙伴 六 远离面善心黑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天天夸奖你 让你以为他是好人 背地里他就想方设法 算计你的利益 比方说 你的同事每天都假惺惺的问候你 关心你的工作情况 当你和他成为朋友之后 他就从你的电脑里拷贝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还卖给了有需要的人 一旦事情败露 你就成为了泄密的人 真正要坑害你的人往往是悄无声息的 农村有句俗语 会咬人的狗 不会叫 也就是告诉我们要防备那些阴暗的小人 千万不要被小人的外表蒙闭了眼睛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老实人不是很笨 不懂得防备别人 不会用卑鄙的手段去对付别人 因此 老实人想要保护好自己 就要学会远离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 朋友不在乎多少 在乎质量 没有质量的社交 不如一个人独来独往 老实人在社会上混 要懂得趋利避害 学会识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人明明过得很好 却一点都不开心 问其原因 无非就是总看着别人的生活 看着别人 有的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如人名人有眼 人生最大的障碍就是欲望 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 一旦你心中充满了欲望 就再也看不到手中所握着的幸福了 当然也就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了 因此还是那句老话 与其临渊献渝 不如退而结往 与其羡慕别人的幸福 不如回头看看自己拥有什么 然后好好珍惜 就像下面故事的主人公一样 杰克曾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 三十岁出头就坐上了一个城市的 副市长的交易 凭借他的能力以及现在所面临的大好局面 其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 然而事事难料 有一些事情的变化并不是个人所能够掌控的 一次意外发生的 他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次巨大公共灾难 一个油库无端爆炸 导致周围的居民区发生了火灾 导致导致几百名无辜的市民丢掉了性命 虽然这件事故并不是人为导致 但是在当时 在职的市政官员都无法脱离干系 杰克就是其中一位 他被免职了 这对于一个正职 前途一片光明的人打击是肯定很大的 很多朋友也都对他表示的惋惜 希望他继续争取机会 在别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 不过杰克却对这一切都很平静 他说 比起那些 无辜失去生命的人 我简直是太幸运了 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觉得政府对我做出这样的处罚完全是合理的 从副市长的位置退下来的杰克开始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 他放弃了一切东山再起的机会 而是回到了他出生时的乡村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闲暇时在自家菜园里面种菜 施肥 捉虫 除此之外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走村串巷 收集一些民间淘气进行收藏 很多人为杰克惋惜 说他这是虚度光阴 可是他却一直乐在其中 从未怀念过过往的富贵 更不惧羡慕从前那些朋友的奢华生活 由于他的知识和才能 他很快就在瓷器收藏上有了很大的成就 竟然收藏到了几十件世界顶级的民间珍宝 有人问杰克 你怎么会在收藏上有这么大的成就 杰克笑着说 因为 我过得十分简单啊 我从不盲目地羡慕别人 清静的生活 让我可以一心一意地鉴别陶瓷多么简单的道理 可惜 在云云众生中 却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 并且对此熟视无睹 人们在紧紧盯着别人手中攥着的一切时 却在不知不觉之中 让握在自己手中的珍宝滑落了 一失了 最终别人的还是别人的 自己的却已经失去了 此时 痛苦 怨恨 极度等不良的情绪 就会油然而生 并将终身缠绕在你的身边 让你始终静不下心来 体会不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不快乐 不幸福 就会成为环绕在你心底的一个魔咒 也许你会在心中纠结幸福究竟离你有多远 实际上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可是幸福却总是一闪而逝 这个 距离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弄懂什么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那么它就离你很远 如果你是一个知足惜 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人 那么它就离你很近 那么什么才是属于你的幸福呢 要知道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现在拥有的 不必羡慕别人 因为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你也在被别人羡慕着 比起一味的羡慕别人 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 也许更让人快乐 一 你看到的幸福未必就是幸福 你羡慕的未必就是幸福 你以为的幸福 其实背后也有许多的心酸 王总是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年薪过百万 妻子在家中做全职主妇 一心照顾儿子和女儿 大女儿在去年考上了重点大学 女儿也在重点高中读书 两个孩子呢 乖巧懂事 基本上不用父母操心 女儿可以说得上是亲戚 话样样精通 儿子也练跆拳道 学习马术 称得上文武全才 我们都以为这样的王总家里面 一定是其乐融融 和睦欢乐的 但是在前不久的一次聚餐 王总一不小心喝醉了 向我们大吐苦水 我们才知道原来他那看起来让人羡慕的生活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幸福 老婆因为在家中做全职主妇 抱怨自己的事业被耽搁了 觉得王总看不起他 总是对王总在外的交友情况疑神疑鬼 担心王总被外面的小狐狸给迷了眼 儿子虽然上了大学 但是性格内向 沟通起来非常的困难 经常你跟他说十句话 他回不了你一句话 女儿呢 虽然乖巧懂事 认真学习 但是这成绩就是提不上去 在重点中学里面一直是倒数 王总一直担心 女儿考不上好的大学 被人嘲笑 而王总的父母虽然在老家生活 但是身体不好 一年到头要有大半的时间 在医院里面待着 王总自身的经济压力也非常大 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父母的养老费用 压得他一刻不敢停呢 四十多岁的人了 还像年轻人一样 不停地加班 拼命地做项目 出差拉关系 就害怕被年轻人追上脚步啊 王总大到苦水 都说中年人活得像一条狗 就像我这样吧 那一刻 我们才知道 你羡慕的未必就是幸福 你以为的幸福背后也有许多的心酸 每个人都在为光鲜亮丽的生活 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 而你的生活也未必就有你抱怨的那样痛苦 二 你的生活也在被别人羡慕着 我们常常羡慕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却不知道你的生活已经是很多人努力过后才能达到的 一定也有人在偷 偷得羡慕着你 小丽对我说 她刚毕业的那段时间 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 工作多年 被领导压着无法升职 谈了段无疾而终的恋情 浪费了几年的青春在一个渣男身上 那时候的她甚至不敢刷朋友圈 因为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同学朋友都过得很幸福 有人创业成功 有人出国留学 有人结婚生子 被老公宠爱 而她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那时候的她对未来感到十分的迷茫 有一天 她加班到深夜十一点多钟 路过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时候 看到一个流浪汉站在门口 想进去又不敢进 里面的服务员一直在用不耐烦的眼神 在看着流浪汉 企图用眼神将她驱赶走 那一刻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不顺和他们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至少她有一份工作 能够让她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稳定 停下来有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偶尔还可以用加班的工资给父母买点礼物 也许跟那些成功的朋友们比起来 她的工作平平 但至少与那些居无定所的人比起来 她已经有家人疼爱 有三五知己好友 也已经比很多人要幸福了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在努力地生活着 这就已经足够了 三一定有人在偷偷羡慕着你的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呢 有人说是别人的生活 因为我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生活 总觉得他人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 感触颇深 人到中年 初来创业的老板羡慕自己的投资人 年过五十 实现了金钱和财务自由 不用像他这样 为了拉客户和投资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低声下气 他的属下 一个工作不久的白领则羡慕他自 自己出来创业 可以不用像他一样 整天被老板骂 为了一点点工资 整天没完没了地加班 而这个白领 却不知道他正在被送餐的快递员羡慕 快递员羡慕他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坐在办公室里 不用风吹雨淋的 可快递员不知道他被门口的保安羡慕着 保安羡慕快递员可以到处跑 见识城市里不同的风景和人 不用像他一样 每天站在门口 固定在一个地方 做着枯燥无聊的工作 看到这里非常感慨 有时候 我们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总觉得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幸福 总是奢望 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生活 该有多好 但其实我们的生活 有时也在为别人羡慕 这样比起一味地羡慕别人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幸福 也许更让人快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道声于安静 老子说手禁堵 意思是告诉我们 只有守住自己对世界本源规律 求所的出心 保持笃定 不受外界负面因素干扰 最终才能真正地求得到 一个人的智慧是清静的心自然流露出来的 作为全世界最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励志书籍作家 拿破仑西尔曾经影响美国两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美国 他是家喻户晓的大师 被称为百万富翁的创造者 有一次 他去见一位专门以出售主义为职业的教授 结果被教授的秘书挡架 西尔觉得奇怪 像我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见教授也要挡架吗 于是回答 无论谁 即便美国总统现在来 也要等 两个小时后 教授出来了 西尔问他 你为什么让我等两个小时 教授告诉西尔 他在一个特制的房间 里面漆黑一片 空空荡荡 我有一张躺椅 他每天都要躺在椅子上 默想两个小时 此时的两个小时 他创造力最为旺盛 很多人出乎意料的主意都来自此时 所以 这时他谁也不想见拿破仑 西尔听了教授的讲述 内心突然涌起了一股意念 安静中诞生思考 才是人生成功的要诀 由此写下了 使他民谣四海的著作思考制服 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人们在通常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下 只动用 充了大脑的全部能力的5%至10% 而90%至95%的能力 需要在心境的情况下 更有可能释放 安静不是沉默 也不是孤寂 是满载温情和力量 是一种难得的修行 一越安静越从容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以为巨商为躲避动荡 把所有的家材质换成了银票 曹玉把特制伞之内 带上这把伞准备归银老家 不料途中劳累 在凉亭睡了一觉 醒来后雨伞竟不翼而飞 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 商人很快冷静下来 他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 断定不是职业盗贼所为 应该是过路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伞 此人应该就居住于附近 两年过去了 杀人没有等来自己的伞 他沉下心来思量 发现有些人 大雨伞坏得不值一休时 会重新购买新的雨伞 于是商人打出旧伞换新伞的招牌 一时间来换伞的人络绎不绝 不久 一个中年人夹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前来换伞 商人一眼就认出正是自己丢失的那把伞 伞柄处完好无损 打开后巨额银票一分不少 去年电影《中国鸡掌》的发布会上 演员袁泉尽管已经42岁了 站在其他几个小花旦的旁边 却丝毫不显老态 多得只是岁月赋予他的从容与淡然 在很多演员趁年轻大把捞金的时候 袁泉却静静地选择了话剧 从湖泊到简爱 暗恋桃花源 在他活着 他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角色中 三十岁那年 袁泉入选了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 拿到了喜剧想象的大满贯 对于此 他依然看得 很淡 不声不响 专心于自己的热爱 不管是在片场还是排练场 袁泉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 要么静静地看书 要么独自思考角色 演员身处演艺圈这个名利场上 难免会过躁不安 热闹永远只是浮在表面上的东西 只有静下来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古都六讲中说 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 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 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 安静会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踏实 一颗躁动的心 无论幽居深山还是隐没在鼓叉 都会让人急躁不安 突如其来的任何变数都会感到惊慌失措 二 越安静越有力 茨维格说 安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氛围 正如一只装满液体的瓶子 摇晃过后一旦安放在桌子上 就会出现沉淀雾 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采访胡歌丹麦之行的文章 对此深有感触 刚到哥本哈根的时候 胡歌很好奇 为什么这里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一路采访下来 他发现这里的人不仅仅考虑人 还要让其他生物也能够宜居 不会过多的去占用到其他生物的生活空间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管是在郊外还是城市 都有一种和自然融合的感觉 这也是给他带来一种放松和安静的感觉 胡歌描述说 坐着马车走进路院的时候 非常安静 连风的声音都没有 只有马蹄踏在路上的声音 这让我想起美术馆 看哈莫秀仪的画 也是同样的感觉 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大自然 都给我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一种力量 很特别 他这些年把自己崩的 很紧 经常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所谓的更有意义一些 花了很多精力去学习 让自己把注意力对外转向对内 说到这次丹麦之行 胡歌说 我觉得这里有一点跟冥想 内观想通的地方 就是这里特别安静 当你能够保持安静的时候 你就能打开更多的雷达 或者有更多的触角 有更多的感悟和感受 安静下来 你感受到的周围 一切会分外的清晰和深刻 三月安静越丰富 作为音乐的创新者 和安静的祈求者 凯奇的作品4分33秒 以一片空白成为二十世纪艺术史上的非物质封碑 这首曲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修纸 字面意思上看是尖默的意思 但修纸并不是停止 而是有意识地跳过特定的节拍 比如在 在管弦乐演奏中 乐器演奏者遇到休止符时 会停止演奏 直到一个乐章结束 在此期间 其他人继续 在演奏凯奇的这首曲子时 一名钢琴演奏者坐在钢琴前 第一时间合上钢琴盖 然后盯着苗表看 该曲子长4分33秒 演奏期间 整个乐听寂静无声 只有环境声和噪声 可能现在再去听 已经没有了惊讶 但有趣的是 这件作品 就算你听个一百遍 都会有一百次不同的体验 因为每次听到的声音 感受到的都是不同的 安静下来 你才能体会到不同的声音 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 作家汪增琦小时候 喜欢去外祖父的书房 就坐在藤椅上拿本贤书看 很多年后 他被下放到乡下 旁边的人嬉笑打闹 他依然可以平静地看书写字 这次的经历成了 他很好的自省机会 索罗远离人群 独自隐居 与落日 余晖 树木 白云为伴 感受着美于自然 他们不是书呆子 也不是自闭孤寂 而是以另一种静谧的方式 在丰富着自己 蒋勋说 我觉得安静是更大的热情 是更饱满的热情 很多人觉得 安静是因为热情换灭 但也可能是热情到了更饱满的状态 开始平静无波 很多时候 喧嚣招摇不意味着有虚和充实 相反是内心过于空虚 才刻意表演来掩饰 静下来 才能扎扎实实地充盈起内心的丰富 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静下来 如何让一杯浑浊的水变清 答案是挺直 搅动 让它慢慢沉淀 沉淀后的清水就能映出脏衣 水里的鱼虾撇尾水星 急则形象明 心静急则智慧声 水面平静后 万象才会显现 人在平静后 才能拨开迷雾 反守乾坤商人 失而复得的财富背后 是他静出的智慧 很多已然发生的事情 只要能静下心来 多是能找到回足余地的 扎心自去 静慧自来 稳住心静 就稳住了人生 一个人厉害与否 都掩藏在内心深处 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就是静下来 有句话说 人生应该山帆流浅 认识时摇曳 心始终如连 安静绽放 任正非就曾高度赞赏 乔布斯打坐的习惯 打坐就是东方的安静艺术 这样的打坐 可以帮助人快速静下来 心无旁骛地做事 不仅是乔布斯 任正非 世界再怎么嘈杂 每一个贱人的内心 或者是想要做成某件事的人 必须是安静安定的 只有静下来 你才能从容地应对周围的变数 体会到杂乱中不曾体会到的宁静和美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抱怨生活过得辛苦 心里觉得不公平 他们感叹 这世间有些人要钱有钱 有事业有事业 要爱情有爱情 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呢 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人的一切都有福报主宰 生活中的不顺都是因为福报不够 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福报 一切财富都能够为我们所用 一切心愿都能实现 一人这一生 福报都是有定数的 因为大师说 钱只能在这辈子花 而福报呢 生生世世都可以用 比起金钱 人更应该储存福报 很多人不懂这些 认为我有福就享用无度 殊不知 当一个人在享受福报的时候 已经在孕育着很多灾祸了 在福报享尽 灾难便会接踵而来 红一大师是当代最著名的律宗大师 他认为我们纵有福气 也要加以爱惜 切不可将其浪费 古人常说乐极生悲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夫妻享尽人就要承受莫得的痛苦 红韵大师小时候 家里有这样一副对联 西食西衣 非为西裁员西服 求名求利 但需求几莫求人 他从小就将这句话紧记在心 以后不管是穿衣 还是饮食都非常注意 一粒米饭都不愿意浪费 母亲常常叮嘱他 穿医药 小心不可损坏或污染 红韵大师七岁的时候练字拿一张纸瞎写 母亲看到后就严厉地呵斥他 孩子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莫说这一整张纸不会轻易糟蹋 连寸把长的纸条都不会浪费 红云大师长大直到出家 他也一直紧记着小时候母亲的教诲 珍惜衣物粮食 不舍得随意浪费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人并不懂得珍惜 甚至是一个馒头 一杯水 一件衣物 认为丢掉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浪费其实是在削减福报 今天浪费一点 明天浪费一点医生积累下来的 就是不小的数目 古人常说 井河而后之 水之可贵 病而后之 健康之可贵 凡一切幸福之事 均过去 方知 我们如今拥有的一切 都是累世积攒的福报 浪费一次便是造业一次 不要等到失去之后才后悔 珍惜现在一切 才算不枉费今生的福报 二 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 诸子家训中说 伦长乖传 历见消亡 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 一个人能有多大的福报 必须有相应的德性来承载 与德性不对等的福报若是显现出来 也会带来祸端 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拥有什么 应该想想自己配得上这样的福报吗 很多人一夜暴富却生了大病 刚刚升职却妻离子散 就是因为德不配位 你的德性还不配拥有这样的财富 古人常说 厚德才能再悟 千金财富必是千金人物 现在有些年轻人就只想着享福 羡慕别人赚钱好 生活好 殊不知 一个人的富有是因为他的福德深厚 心中想着 我要享受福报 所有的福报都享受完了 了 就会越来越穷 曾子穿着破旧的衣服 在鲁国种地 国君听说后 派人给他送去衣物和钱财 曾子却没有接受 有人问他 这些东西是国君主动送给你的 为什么不要呢 曾子说 我听说接受别人的赠予 别人通常傲慢地对待他 国君赏赐我 但他没有傲慢对待我 我怎么能不害怕呢 曾子认为自己无福销售国君给他的赏赐 圣人况且如此 我们普通人呢 白居易有过这样一句诗 吉凶祸福有来由 但要深知 不要忧 人的吉凶祸福都是有因果的 能有多少德性 就能够接纳上天给的多少福分 人活一世 每个人都有追求 但是如果我们的追求不遵循天道 享受了超出我们德性的福报 一定会招来灾祸 果报惨烈 三善能积福 德能改命 佛经中说 凡为善而人 知者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知 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 阳善想失明 既得虽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知 荣华富贵不是争来的 而是积德来的 行善记的上天都会记在因果魄力 也许好运不会立马降临 但是等到时机成熟 上天就会降下福系善能积福 德能改命 在中庸中 孔子曾这样评价过 顺王大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顺是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 他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尽管后母和父亲 还有兄弟 曾经想要差于死地 但他的内心 没有丝毫怨恨 当了天子之后 因为自己 不能让父母开心而内疚 跑到原野上哭泣 直到最后 终于感动了父母 也感化了天下百姓 像顺这样有大德行的人 一定会有好的福报 到丰厚的俸禄 也会有好名声 最后还会长寿健康 行善积德 可以积攒福气和好运 并且会负责子孙 庇佑后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事 小时候做过最愚蠢的事 就是天天盼望着快点长大 小时候总以为苦日子过去了就是好日子 随着年纪的增长 发现苦日子过去了 还是苦日子 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比小时候缺一少时更苦 七零后一代人大部分出生在农村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穷 一两个月没有肉吃也是常事 七八岁就要干农活 也见怪不怪 忽而回头 七零后的人们也到了笨舞的年纪了 第一批七零后已经五十岁了 童年成为了抹不去的记忆 青春也不见了 对着镜子的时候 发现了一撮白发 一张皱巴巴的脸 慢慢变老是自然规律 谁都躲不过 可是大多数七零后的人 却不敢变老 父母指望养老 儿女指望赚钱 自己呢 辛辛苦苦很多年 好不容易从农村转移到城里安家 却依旧无法摆脱生活的苦难 作为七零后的男人 苦不苦自己知道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头顶天脚踩地给家庭撑起一片蓝天 努力 站稳了才像顶梁柱的样子 再苦再累 不敢倒下来 连叫苦的资格都没有 一百七十后的男人生活的压力很大 小区的大卫说 每次走进办公室 有一种想要逃离的感觉 大卫是家电器城的主管 每天的工作就是卖电器 看起来很简单 事实上 电器城给每个主管都定了销售任务 如果无法完成任务 就要扣工资 连续两个月完不成任务 就要主动辞职 当然 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拿到奖金 为了完成任务 大卫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还常常和员工们一起去小区发传单 到处寻找准顾客 有一天夜里 大卫刚刚从小区出来 他骑着摩托车 急匆匆往家里赶 在路上他接到顾客的电话 说是冰箱坏了 需要马上找人上门维修 大卫把摩托车推到街边的屋檐下 马上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服务 等他把工作做完回到家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他浑身湿透了 也浑然不觉 工作很累 但是大卫不敢放弃工作 因为他的儿子再上大学 他还有房贷没有还完 大卫常常说 熬完了今年明年就换工作了 真的不想那么累了 可是年复一年 大卫还是不舍得放弃这份工作 因为工资相对较高 大卫的生活状态 不就是很多七零后的生活状态吗 每天都抗住压力在工作 每天都想要辞职 但是每天一大早还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 火急火燎往单位赶 就怕就怕失业 我们都是扛着压力往前跑的人 二百七十后的男人忽然就变成沉默寡言的人 不想说话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沉默的 两年以前还是很多年以前 也许你自己都说不清楚 只有沉默已对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想说话了 因为自己说的话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根本就没有人懂你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 你喋喋不休说话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沉默表面看不说话是因为自己成熟了 事实上不说话是因为自己变老了 越来越沉默是一种佛系的表现 也就是说看任何事情都看得惯 都看得顺眼 看任何人都觉得是普通人 没什么了不起 不值得崇拜 也不值得吐槽 忽然有一种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想法了 别人的事情 别人说过的话 曾经的往事 真正发生的破事 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不必去管 有些事情和自己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关系不大 也懒得去理会 遇到小人 也是一种忍一忍就过去了的态度 不想和别人打交道 更不想和别人起争执 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 七零后的男人变得 他沉默是因为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多管闲事 因为心越来越安静了 不喜欢折腾 三百七十后的男人 不得不看别人的脸色 做人要学会取悦自己 这样的道理 每个人都懂得 但是做不到 俗话说 出门看天色 进门看脸色 七零后的男人 回到家里 要看妻子的脸色 就怕妻子 责怪你没有赚到钱 走进单位要看领导的脸色 不敢随便反驳 一些年纪比自己小一些的人 摇身一变 就成了你的领导 你不得不服从安排 主动把自己变成很小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也学会了说虚伪的话 遇到有钱有势的人 也会点头哈腰 讨好别人 不知为什么 一直想辞职 却迟迟没有行动 一直想创业 却总是找不到机会 或者找到了机会 却放过了机会 身不由己 四个字 就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 也是最真实的写照 男人为了这个家 为了赚钱 不得不改变自己 认真想一想 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模样改变了 心态也改变了 俗话说 低头的倒碎 昂头的鼻子 低头是一种智慧 意味着成熟 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 低头是为了求生存 低头是为了保护自己 低头是因为活 他很无奈 四百七十后的男人 只能看着父母慢慢变老 朋友小李感慨道 看着父母慢慢变老 自己却毫无办法 父母在故乡 自己在一乡 如何尽孝成为了永远的痛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很多七零后的人 应该都有这样的感悟 一直以来 父母是无所不能的 一直会在故乡 等着自己凯旋归来 可是每一次回家 都会发现 父母变得越来越老的事实 常常想等自己有钱了 在城里买了大房子 就把父母接过来住 等自己赚了很多钱 就再也不过漂泊的生活了 回到故乡陪伴父母 过农家生活 可是理想很美 现实很残酷 赚钱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赚钱的难度真的太大了 维斯说 生命的目的是享受生活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七零后的男人 唯有把苦难的生活 当成一笔财富 并且一直都在享受这笔财富 七零后的男人 小时候很苦 人到中年更苦 但是我们没有认输 我们一直在奋斗 酸甜苦辣样样都成功 未来的路还得自己走下去 即便脚不踉跄着 也没有理由停下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